请自上师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中佛陀有开示到敬业三福 他其中的第三福呢 就是发菩提心生性因果独送大圣劝尽行者 那请自上师经文中所开示的劝尽行者是一指为何 那为何必须要这么做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 那这是独送大圣大圣是什么 就是不伤害众生以后利益众生对不对 那就发菩提心等于为利益众生愿成佛 都是利他心大圣的菩萨心 他说菩萨心当然要劝尽行者 所以当这个以前几个丘吉尔他在演讲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用鸡蛋丢过去就打他头上 安全人员就很紧张 一阵话要去逮捕他 看到是学生 他就失忆 不要为难他 一阵掌声 这总统真了不起 满头都是鸡蛋蛋黄 他说不要为难他 继续演讲五分钟就跟安全人员 把那个人的地址电话留下来 他才又一阵虚声 他说不是不是我只是要去了解 他这么远鸡蛋都可以打这么准 可以培养做棒球国手 他说我们要学习从别人的过失看到自己的责任 是不是 所以你自己看到别人的过失 你要想到你自己是有责任 他已经懈怠放逸了 或者他已经偏差错误 或者他已经迷惑颠倒 你明明知道 你怎么浑然不觉 就不去处理他呢 那你就是没有慈悲心 你就不是一个大圣心 没有劝尽心者 或者他就是很懈怠 他不想去度众生 他发不了愿 你怎么不激励他呢 不鼓舞他呢 不导证他呢 这是很多同修 我刚才举这个 人家有过失 有错误 你要看到你的责任 你平常也是麻木不忍 你都没有去好好地帮他升起彻底的修学 很多观念他都不懂不如 你都没有加强建立 他在这个五欲六成的家庭 他日益松散他的修行 还有戒律 他自然会这样走回头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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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